組長 五四三 哈囉 各位五七怪奇物語 線上的粉絲朋友們 YouTuber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我是雨昕 哇雨昕真的算一算好幾年 都沒有出現在這個頻道來跟大家做直播了 今天喔有這種回娘家的感覺 我剛還跟我們攝影大哥在聊 我們呢今天 怪奇物語這個直播我們要跟大家聊什麼 在直播一開始 我想要問一個問題給大家 你們可以透過你們的鍵盤然後在留言區 聊天室我們大家一起來討論看看 你覺得這個世界上 有沒有外星人呢 來趕快留言 其實我問過我身邊很多很多的朋友 有人說肯定有 外星人不然你看為什麼 世界上有這麼多遺跡 以前幾千年前甚至 幾萬年前怎麼可能會有這種 高科技呢而且那一種 高科技是你現在科技 很發達了對不對現在都不一定 一定能辦到那試想你在幾千年前 幾萬年前人類 那有可能所以很多人覺得說 一定有外星人 你也這樣覺得嗎 來透過我們直播的留言喔 趕快來告訴雨昕 雨昕等等要來看大家的留言 來跟大家做線上的互動 好那今天呢 雨昕拋出這個問題我會提出 有幾張照片 蠻多張啦我自己在網路上抓了有沒有二三十張啊 好多照片要來跟大家做分享 今天雨昕要跟大家講兩個主題 好這兩個主題呢都是 雨昕之前在武器怪奇物語的 這個節目當中有製作的專題 所以我去看好多的資料 越看越覺得哇 也太神奇了吧 好我們今天第一個主題要來講 這個有人說是外星人到訪的證據 我們先來聊聊磨礙石像 講到磨礙石像這四個字觀眾朋友 你一定很有印象這四個字 你可能去那種大賣場啦 美式大賣場啦去逛的時候呢 你會看到有就是磨礙石像 這個造型的可能擺飾品啦 或者是像這個造型的這種 抽衛生紙的盒子啦 我自己是看過很多很多的 這種商品產品 都是拿磨礙石像的樣子 把它拿去做製作成很多很多的商品 為什麼 就是因為磨礙石像它真的太火紅了 那為什麼大家會說它是 感覺上很像是外星人到訪的證據呢 我今天特別在網路上收了很多很多的資料 然後我今天特別幫大家整理了有三大疑點 我們一起來一個一個抽絲剝繭的來看看 來現在有沒有很多網友陸續的加入我們了 我們呢先從這一張照片來開始看起 這個照片呢 我在網路上一看到的時候 我馬上被吸住了 為什麼 磨礙石像呢 它這邊有 1 2 3 4 5 6 7 來這邊 就非常整齊的排列 我手擋到了 非常整齊的排列 就 排列很整齊 然後樹立在這個地方 那 你去看它的眼睛喔 它好像 這幾尊它們都凝視著遠方的同一個方向 有人 在這個照片的註解 有人的說法是呢 欸這幾尊磨礙石像 它們好像在看著遠方人們未知的宇宙 那也有人一看到就說拜託 這個磨礙石像真的太太玄了太詭異了吧 因為通常要做這種石像 要做這種雕刻藝術 通常通常 你可能會有一個樣品 一個實際的東西擺在那邊 讓你可以去做 或者是你要做這樣的東西 你一定腦中要有一些想像嘛 那為什麼磨礙石像 你其實放眼望去 整個地球你找不到一個種族的人 長得像這樣 長得鼻子尖尖的啦 然後頭很長啦 然後耳垂也長長的 你這一看就沒有一個種族長這樣啊 所以我一看它的外表 我就覺得太奇怪了 然後還有這一張照片 這邊有更多尊喔 而且是非常非常整齊的 排列在這個地方 而且磨礙石像呢 據說有將近一千尊 反正好幾百尊 將近一千尊 就在這個復活節島上 有一些就是像照片中我們看到這樣子 非常整齊的 排列的很整齊很整齊 那有一些呢 它可能就是沒有跟其他的 這個石像擺在同一個地方 它可能是 一半倒在其他的草叢上面啊 或者是樹立到一半 還有做到一半的 我剛剛說 魔礙石像的外表 我一看就覺得很怪對不對 為什麼很多人說 它是外星人到訪的證據 我好像可以理解 因為呢 來這一張照片 更明顯 我放大給大家看 你看它的眼睛喔 它的眼窩非常非常的深 整個凹進去 然後它的頭很長很長 我們平常要畫畫的時候 畫人不是都這樣畫圓圓的嗎 人的頭就是像這樣圓圓的嗎 欸這不是耶 你看很長的頭 然後呢 眼窩很深 然後鼻子有一點這樣翹翹的 尖尖翹翹的 你告訴我誰的鼻子長這樣 它是有點那種 不是跟外國人的挺鼻子一樣 它是這樣尖尖翹翹的 然後再到它的下巴 它的下巴呢也是這樣子有點尖尖的 然後突出 然後耳朵 這張不明顯啦 可是你看其他張 它的耳朵也是 你看 耳朵很長耶 誰的耳朵這麼長 我真的是找不到一個種族長這樣 然後呢它的手 我跟你講它的手也很奇怪 我們人的手長這樣子嘛 大概長短大概這樣子嘛 然後五根手指頭嘛 手長手指對不對 來你看它的 它的手指非常非常的細長 你看又細又長 然後就貼著它的這個肚子這邊 好像抱著它的大肚男這種感覺 然後呢還有一些魔礙石像 它也很特別的是 你看它有戴帽子 它這個帽子呢 據說有15噸重 我問你喔 這個15噸重 誰能夠把它搬上去 大力士巨人也不一定可以做到吧 而且這個魔礙石像 它從大概3米到12米高都有 15噸耶 據說這個帽子15噸重 怎麼放上去的這一題 五解 這個我解不開啊 這真的太特別了 然後呢 我們看到的魔礙石像 大概都是我們印象中 都是它的頭啦 或者是露出一點肩膀啦 甚至到剛剛那個 就是露出一些些身體 但是呢 我要告訴大家 其實它不光光是我們看到的這樣 來這個就是 我剛剛講的嘛 有帽子 這個帽子也很重 然後這個魔礙石像 本身齁 石像本身也很重 好幾十噸 甚至最重的 有到270噸喔 怎麼放上去的呢 齁 是不是很奇怪 然後包括它看的地方 齁 有人說它到底在看什麼 是不是 在看著一個宇宙 那個宇宙是不是 就是真的外星人 他們在看著外星人呢 不知道 齁 不曉得 還有這一個也很特別 它居然 眼睛耶 你有看到嗎 它的眼睛畫得非常非常的仔細 那 這到底是誰做的 我看到這邊我就想問大家 你覺得它到底是誰做的 這是據說是幾千年前 那 當時人類的技術 真的有辦法可以做到嗎 真的有可能嗎 然後我剛剛講的這個手指頭 對不對 來我特別把它找到這張照片 放大給大家看 你看它的手指頭 很細很細很長很長 然後就抱著它的大肚男 而且呢 我們剛剛看到的 我不是說嗎 很多都是像這樣子嗎 只有它的頭部啊 跟它的身體對不對 來 繼續往下挖 我們看到它的眼睛鼻子 再往下挖 你看喔 其實它的身體 這個還不是完全的 它其實是有身體的 就是等於說 我們看到的摩愛實相 我們印象中的摩愛實相 它 不是完整的 完整的照片在後面 等一下給大家看 然後呢 還有這一張照片 我來先講這一張照片 我為什麼把它放在這麼前面 因為呢 摩愛實相 它不是說 把這個 石頭啊 然後把它 搬到這個地方 然後再來進行雕刻 其實它不是耶 因為有一些它是雕刻到一半的 然後 可以雕刻到這麼仔細 雕刻到這麼精細 我真的是不懂 你看像這邊 它的鼻子 它的每一個角度 好像都是經過仔細的精算的 那我先講它的重量好了 據說它的重量呢 我來看一下喔 據說它的重量是 50噸左右 最重的 據說有270噸到300多噸重 那回到我剛剛的這個疑問啊 除了想問說 它到底是誰雕刻的 然後又為何要雕刻 因為你雕刻東西 比方說 我們會有一些神像的雕刻啦 你就是要 對神的一個敬意嘛 對神的一個崇拜 然後感謝神嘛 謝謝神明保佑這種嘛 可是 當地有人想說 欸 有沒有可能這一題解開了啦 就是呢 摩愛石像 它的雕刻 它的這個 它的那個 Sample它的樣品 其實就是當地的土著 不是耶 有人去翻到照片 當地的土著可不是長這樣 當地的土著長得 就像我們一般的人類一樣 那到底為什麼 摩愛石像的存在 到底是為何呢 還有這一尊喔 它是 很大很大 看起來就像雕刻到一半 那有一些 雕刻到一半 有一些已經雕刻好了 有人看到這邊 有人就提出一個疑問 欸 當時是發生什麼狀況 怎麼雕刻到一半 然後好像一夕之間 這個島好像 瞬間暫停 好像按下了 時間停止鍵一樣 完成的就好 擺好了 然後有一些感覺上 正要搬運過去 或者是有一些感覺上 它就是雕刻到一半 那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整個小島上好像 被按下了瞬間停止鍵呢 是不是很奇怪 來 各位網友你怎麼看 摩愛石像之謎 你怎麼看 趕快留言來告訴雨昕 我先問一下 龍 你覺得有外星人嗎 當然有啊 哈哈 你也覺得有對不對 對 是不是很怪 就是 你找不到一個人長這樣吧 不接受欸 他不是人 他不是他完全就是 找不到你毫無頭緒 那我剛剛講的 來 這張照片 我們通常看到的大概只有這樣 對不對 我剛剛講的 臉很長 然後耳垂很長 來 肩膀 對不對 而且你看喔 光是人類站在他的旁邊 我們人是 如此如此的渺小啊 那 當時幾千年前 怎麼去雕刻這麼大 這麼重的摩愛石像呢 恐怖的來了 詭異的來了 觀眾朋友啊 來 我往下滑 他是有身體的 他其實是有身體的 我跟你們講啊 很多那種考古學家專家 他們在現場 繼續往下挖挖挖 越挖 越覺得這個謎團 好像很難解開 欸 他下面的身體很大很大欸 你看我們看到的頭喔 頭跟肩膀 之前露出來的 大概這樣對不對 你看他的身體 到底有多大 其實我們看到的張照片 還沒有到更底部欸 你看人類在旁邊 如此的渺小 我再問一句 到底是誰可以雕刻出這樣的東西 而且呢 鬼的是 我說的是詭異的鬼 詭異的是 怪的是 你看他上面 一樣 回到那個問題 手指頭 為什麼可以雕刻這麼細 因為據說這個是 花崗岩 非常非常的難雕刻 就是很硬啊 等於說呢 你要去找 是玄武岩 是玄武岩製作成的 那你要去雕刻玄武岩 的意思就是說呢 你要有比玄武岩更硬的工具 你才可以去進行雕刻嘛 你不可能拿一個比他更軟的工具去刻啊 不可能的事 所以 問題又來啦 你回到當時那個年代 哪來這樣的工具呢 是不是 蠻問號的 這一題我一樣解不開 好 然後你看他的手 雕刻得很細很細 誰的手長這樣啊 誰的臉長這樣啊 是不是 然後 來 翻到他的背面 更怪了 我們剛剛前面看他的手嘛 看他的手指頭抱著大度難受 其實我覺得已經算蠻厲害的 你這個玄武岩 你是 怎麼把他刻成這個樣子的呢 然後 你再看到他的背面喔 這個密碼 這一些符號 這一些圖案 什麼意思 雕刻的人 他當時在雕刻的時候 編雕刻摩埃實相 他會不會 其實透過這一些符號 透過這一些圖案 他有沒有可能想要傳遞什麼訊息給我們人類 我不知道 我做一個設想 而且你看喔 他的腰部啊 還有這個 有點像是丁字庫 有點像是丁字庫的這個腰帶 雕刻得一樣很精細耶 而且你看這邊 每一個紋路好像都是經過那種 打過草稿去特別精算過的 來這一張更明顯了 你看 我們之前看到的都是這樣嘛對不對 都是上面這樣對不對 你看往下挖 欸 這個符號 來我先跟大家講 這個符號呢 我們看不懂的 你可以說他是象形文字 你先把它記好 我等一下要解另外一個謎 你來看看 這兩個謎 都在一起 有沒有可能就解釋了 復活街島 曾經有外星人住在這邊過 欸 我不曉得 我們先記好這個符號 記好這個圖案 一樣 雕刻得很細很細 那 針對他這個腰部的這個 腰帶齁 有人說看起來很像 我特別綁了一個什麼神聖的聖物 或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把它放在腰間上 不知道 太怪了 為什麼要 第一個問題 為什麼要雕刻這樣的東西 它到底是在紀念著誰 第二個問題 到底是誰雕刻的 因為呢 就像我講的 它並不是說 把這個巨大的巨石 搬搬搬搬搬搬 我跟你講 光是你要搬過去 不可能 這麼重欸 幾十噸 幾百噸 你用現在的這種起重機去搬 很勉強了啦 可是呢 這幾百噸 在當時怎麼搬過去的 它並不是說把它搬到你要去的特定地方 然後再開始去進行雕刻 一個一個仔細的刻著 並不是 就是這一張照片讓我們知道說 它更懸了 它是在 當地的說法是採石場吧 它是在採石場上面呢 雕刻 刻完之後再把這個東西搬運過去的 那它到底怎麼搬得動啊 是什麼大力士 什麼巨人嗎 雷神索爾嗎 我不知道 那到底怎麼搬的呢 來 有人就去做實驗了 實驗等一下再講 我先講這張照片 有人說 怎麼不可能搬勒 以前的人 他們可能就是 透過這種木頭啊 透過木頭 然後呢 把它這樣子用這種拉啦 用拉的方式 然後用滾的方式把它運過去 他們要去的地方 你覺得有可能嗎 這麼重 真的拉的動嗎 你要多少人力 而且當時的人 每天都忙著要找東西吃 要採集狩獵 他們幹嘛去演 去搞這一齣呢 他們為什麼要花費所有的 精神心力去做這個魔礙石像 不可能吧 那你說用拉的 就是用這種木頭對不對 來木頭綁好 然後把魔礙石像放上去 拉拉拉 來大家 一二拉 一二拉 有可能嗎 我們就去看看 在復活節島上 有沒有木頭 有沒有這種樹木 可以撐住這個幾十頓重 幾百頓重的力量 結果 有人就說 拜託喔 在整個復活節島上 你放眼望去 就是草皮 哪來的樹啊 所以這個 無解啦 不可能啊 好那再來有這種科學家 這種專家 他們就 你知道秉持科學 理性的做法 我們如果是用人力的方式 我們找了十八個人 來十八個人 六六六 大家站在左右兩邊 左側 右側 然後呢 一起這樣子拉拉拉 然後另外一個可能站在後面 對不對 三個角度 拉拉拉 一起 這個其實是有影片的 一二三 一二三 一起走走走走走走 一起這樣拉 欸 真的可以喔 看起來 就像摩礙石像 自己在走路喔 但是 我告訴大家 我們用數字說話 我們用數字來講真相 他們當時做這個實驗呢 你知道這個多重嗎 這個 不到五頓的混凝土的石像 那 這只是一個複製品喔 你說五頓這樣拉 好啦 或許有可能啦 畢竟實驗也是有告訴你嘛 真的可以拉 但是 回到真正的摩礙石像 幾十頓重 幾百頓重 你覺得還有可能這樣拉嗎 是不是太怪了 你看喔 他們當時還做一個實驗 這樣拉拉拉 真的有可能嗎 好 那 你要解開這個摩礙石像之謎 就是在這個復活節島上嘛 這個復活節島上 我剛一開始就跟大家講 這個島 真的是很 很神秘吧 它被說是 全地球最孤獨 最孤獨的小島 因為呢 它距離任何的國家都非常非常的遙遠 那 為什麼會有摩礙石像呢 會不會是因為這個孤獨的小島 當時就已經被萬星人鎖定 他們就是要來到這個沒有人類的地方 有可能嗎 不知道 有人提出了這樣的設想 有人提出了這樣的想法 那 在摩礙 不是摩礙石像 在這個復活節島上 有專家呢 來 繼續找 我剛說那個 摩礙石像背部嘛 不是有刻了一些很特別的符號圖案 我看不懂嘛對不對 來你看 在復活節島上 也有這個 這個被說叫做 朗哥朗哥木板 我們就在這個小島上面來解這個謎啊 來解開摩礙石像之謎 這個朗哥朗哥木板呢 有人說它翻譯叫做會說話的木板 你知不知我剛剛叫你看摩礙石像背面的那個很多符號圖案 你看 是不是很像 它上面喔 一樣也是有非常精細的挑刻 有這個很像魚啦 有這個很像 你看不懂它在做什麼 這是人的符號嗎 我也看不太懂 然後還有 蜥蜴啦 長翅膀的人啦 還有這一張 來這一張 更仔細 來 你看 這是魚嗎 不知道 有點像是魚 然後這個 這是人嗎 好像可以說它是 又好像不是 還有 很多種符號 你覺得像什麼 每個人看不一樣啦 我自己是看不懂 但是我確定這個感覺上就是魚 那 這個木板呢 有專家他們就進一步去解釋 進一步去看 發現呢 這個木板上面雕刻的這個象形文字呢 跟其他國家像是 這個古埃及文 還有原始的印度文 還有古中國的這個象形文字 一比對之後發現 欸 相似度蠻高的喔 那不是很怪嗎 我剛剛不是講了 它是 復活節島上 來 復活節島上 先看這一張 它是一個很 孤獨的小島 非常非常神秘 孤獨的小島 它距離最近的南美洲西海岸 也 西南海岸 也有超過三千五百公里的距離 為什麼 這上面的這一些象形文字 會跟其他國家的文明 有連結呢 那是不是很怪 聽到這邊 這個魔礙石像 我當時在做這個專輯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 也太神奇了吧 難怪 看完這麼多資料 難怪有人下一個註解 就非常肯定的說 它是外星人在地球 留下來的作品 觀眾朋友 你怎麼看 繼續透過留言來告訴雨昕 欸有人說 魔礙石像真的很神奇 對就是 你從他身上 不管是他的外表 他背上這個符號 你去看 你會覺得 到底是誰做的 真的很怪 那到底 世界上到底有沒有外星人呢 我們剛剛講的是 魔礙石像對不對 接下來 這一張照片 這個主題我們一轉 來 我們來到了西藏 在西藏呢 曾經有神秘的石碟 有人說很像圓盤啊 有人說這個圓盤 它揭開的就是 中國版的羅斯威爾事件 而且呢 在這個西藏一個很神秘很神秘的洞穴 它還曾經挖出 有人看到就說 這肯定就是外星人的骨骸 我們先來看到 來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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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可以了可以了 來 據說呢 在這個 中國大陸 據說在西藏這邊的一個巴顏克拉山 當時呢 有這個考古團隊 他們就去 要進行一些這個考察嘛 要去考古 要去找一些東西 然後呢 就在巴顏克拉山裡面就 哇哇哇 發現有一個神秘的洞穴 在這個神秘的洞穴裡面 他們看到了 外星人的骨骸 為什麼會說是外星人 因為那個 骨頭的照片我沒有放 我用這個外星人的畫面來示意一下 他們看到那個骨骸呢 非常的矮小 不到130公分 那你想說 啊 這不到130公分 有沒有可能是小孩呢 肯定不是 因為 這個考古團隊喔 這個探險家 他們就說呢 他們看到這個骨骸 頭非常非常的大 身體非常非常的小 這不就跟我們印象中的外星人 長得一模模一樣樣嗎 所以他們當時就覺得說 這個洞穴真的是太怪了 那還有這個團隊的其他 人就講說 欸 有沒有可能呢 是這個 動物啊 動物他們的骨骸 有可能嗎 動物 你有看過動物會自己埋葬起來的嗎 所以當時這個說法 就完全被打臉啊 完全被打翻 打上了叉叉 那是不可能的事 那發現了這個很像外星人的骨骸之後呢 我告訴你 更懸的是 在這個外星人骨骸 旁邊的 陪葬品 據說 當時有716塊的石碟 這個石碟呢 上面刻滿了很多那種 象形文字 非常非常的小 小到你要拿放大鏡去看 你才可以看得懂它在寫什麼東西 那據說這個石碟呢 它的中心 都有一個小孔 然後呢 它就是從中間 往旁邊這樣延伸延伸延伸 這個一個一個凹槽上面 就佈滿了很多這種很奇怪的符號 有人說 有點像是象形文字 有人說有點像是圖騰 但是 仔細到底是什麼 你拿放大鏡看 看到了這樣的東西 但是 就連專家也看不懂 它這個符號到底什麼意思 那這個石碟就這麼一放 好 一放了之後呢 沉寂了一段時間 後來有專家去把 去花了 好幾年的時間 把上面的這個符號把它翻譯出來 我告訴你們最恐怖的 最特別的就是 翻譯出來之後 這個裡面的內容 它這個裡面的內容呢 被說就是中國版的 羅斯威爾事件 那據說 上面就是在講說呢 外星人他們意外的 墜落在地球 那因為他們的長相 跟人類完全不一樣嘛 因為我們剛看到外星人 頭很大 然後身體很小 非常的矮小 跟我們一般人類長的 就是完全不一樣 那據說呢 他們當時就是因為 跟人類長相差異太大 所以人類看到會怕 怎麼有長這樣子的生物呢 所以據說他們就在這個 神秘的洞穴裡面生活 所以才會出現這樣的骨骸嘛 那據說石碟上面就記錄了 他們在地球生活的 我剛剛講的這一段的故事 因為意外 墜落在地球 那 我剛剛講的這一段故事 很巧也很玄的是 剛好 就跟藏族他們有一個傳說 據說呢 有一個 這個傳說他們都是口耳相傳 據說 有一些 從雲彩來到地球的 這個長相醜陋的入侵者 那你去比對 這個石碟裡面 紀錄的內容 他們也是說 因為他們長相 跟當地人差異太大 所以他們就是 意外的墜落地球 所以只能在那個洞穴嘛 那不就跟 這個剛講的 雲彩來的 長相醜陋的入侵者 不就 吻合了嗎 那講到這個石碟呢 多玄啊 你知道還有這種專家 科學家都要有真相嘛 要透過數字啊 去找答案啊 對不對 結果呢 據說有專家就把這個 很神秘的石碟 把它放在這種 特別的儀器上面 要來檢測 那 首先就發現 它的結構 其實跟地球上的結構 就是 你在地球找不到這樣結構的東西 因為它的孤寒量很高 質地很硬 來 跟某愛石像一樣 質地很硬 它怎麼去做這麼精細的雕刻 而且這個精細到 你拿放大鏡去看 你才可以看得到耶 然後呢 據說 把這個石碟 放在那個儀器上面 檢測的時候呢 它會 可能透過一些電波 然後會有一些很規律的震動 然後專家就研判 其實這個石碟 有非常特別的磁場 那這個磁場 是地球上面找不到的 所以就連很多專家也覺得說 這個石碟 很有可能來自外星 來自我們未知的宇宙 那 我剛剛講的是這個石碟的照片 對不對 有UFO的這種研究學者 他就另外發現了一件事情 在美國宇航局 他們公佈了一段影片 這個我是特別把它截圖 據說呢 當時這一段影片 其實這個石碟 不是石碟啦 就是他們公佈的這個影片 他們一個說法是 這是UFO 然後它是會動的 它是會很有規律的動的 那有專家看到這就 欸聯想到剛剛這個石碟啊 那不是就長得一樣嗎 是不是 你看到這個照片 這是有圖有真相 就跟 宇航局公佈的影片 就跟西藏那個很神秘的那個石碟 據說就是長得一樣嘛 你去比對 還有那個專家就把它開雙框比對 就是一樣的東西啊 對不對 太怪了 那為什麼說這個石碟很神秘呢 因為後來很多專家學者想說 那我就透過這個神秘的石碟 我要去找這種 我們未知的外星宇宙 我要去找更多更多外星人的答案 結果呢 專家找不到 因為那個石碟到現在已經神秘的消失了 然後這是有一位這個奧地利的工程師 他當時在陝西這個博物館 就看到了兩塊杜立巴石碟 然後呢 他就上前去問 一看到你知道他想要去解決 他心中很多問號嘛 就去問 結果他就問當地的那個工作人員 可是工作人員態度很奇怪 就不太說話 那可是你這種博物館的工作人員 你如果有問題 他們應該會很熱心的跟你講解啊 但是呢這個奧地利工程師 他碰到的狀況是 這個工作人員他的態度蠻異常的 然後算是兼口不語吧 就只讓他拍照 你拍照 我不要多說 我不要多說話 但是呢你不能摸 結果就在這件事情之後 這個工作人員他也被解聘了 那不是很怪嗎 這工作人員為什麼平白無故 就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就被解聘呢 是不是你博物館 有什麼不能說的秘密 又或者是我們把它放大去看 難道是不是中國官方知道些什麼 因為有人就說 這個時碟的離奇消失 感覺上很像 所有跟他相關的證據喔 通通被消滅 好像橡皮擦擦過 而且是橡皮擦擦得很乾淨 一直擦一直擦擦得很乾淨 因為你找不到任何任何的證據 然後呢還有人說 有可能是經過那個文化啊 大革命嘛 所以很多這種歷史古物就被摧毀啦 不知去向啊 但是也有人覺得說 你肯定是官方 你不想要讓大家知道太多外星人的秘密 所以你就封鎖消息嘛 因為據說呢 那個我剛剛講那個很神秘的那個洞穴嘛 發現那個時碟的洞穴 據說也被封閉起來了 現在有沒有封閉我不曉得 但是我看到網路上之前的訊息是說 已經被封閉起來了 那還有一個說法呢是說 前蘇聯偷偷的把這個時碟運回去 他們是不是要進行什麼秘密的研究 有沒有可能是他們自己要偷偷 研究什麼外星文明 不曉得 因為也有這個說法 那有人講這個故事 會不會其實是假的 有人說這一切都是虛構的啦 有地球上哪有什麼外星人哪 你覺得如果是真的是假的的話 那這個照片還有我們剛剛講到的這個 美國宇航局公佈的影片 那又怎麼會有這樣的說法 為什麼又會出現這樣的圖片這樣的影片呢 對不對 所以我看到這個兩個題目 一個是我們剛剛講的魔礙石像 然後一個是這個在西藏 神秘的洞穴裡面 一個很神秘的圓盤神秘的石碟 我自己看完是覺得說天哪 這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外星人來過的很驚人 因為有太多太多的這種古文明啊 你會發現跟當時幾千年前幾萬年前 它的高科技是你現在人類都不一定可以達到的 還有很多很多這種特別的故事 之後雨昕要再繼續透過我們的 五七怪奇物語的這個直播平台 要來繼續跟大家做分享囉 那今天的直播就先到這邊啦 大家Goodby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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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玄龍 蠻玄的 對 有一點可怕不知道為什麼 可怕 對啊 蠻玄的